运河辅助工程已经动工 尼加拉瓜政府 以及一位名叫王晋的中国电信业巨头 希望在此修建世界上最大的运河 计划中的运河将横穿尼加拉瓜南部 总长278公里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还包括两个海港 一个国际机场和一个自由贸易区的运河项目 将对西半球最穷和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 尼加拉瓜产生深远的影响